第一個他要用到ADO 所以你必須把ADO給叫進來 應該還記得ADO怎麼叫進來吧 其實在 這個合併範例裡面就有講到 就是要把什麼工具 設定引用項目 ADO其實他就是這個縮寫 ActiveX Data Object 2.8的版本要把它叫進來 那這個有點像外掛 他本來也是有不能夠存取資料庫 藉由ADO這個外掛 他就可以達到 這個資料庫存取的目的 所以 將來如果你VBA本來不行 如果你要變成可以的話 裡面這麼多外掛 自己去研究一下就知道了OK 他本來不能寄email 本來不能寄email那如果你要讓他可以寄email的話 你找一下裡面一定會有一個outlook元件 outlook元件呢也有呼叫的方法 你也可以如果你有一個清單 你要把這些清單寄信出去的話 也可以呼叫outlook元件幫你寄信 都可以啦反正裡面你只要想得到的 他都可以藉由什麼 設定引用項目去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第一個 我們把它貼上去之後 你先看一下 他有用到ADO 所以我們在 工具裡面的設定引用項目 請你把這個打勾 記得不要打勾錯 我再做一下 設定引用項目裡面 往下找 他是microsoft開頭 開頭 所以是m開頭的 那因為他最新的是6.1啦 但是我 還不確定6.1這個到底有OK啦 如果不是那麼確定的話 你乾脆用保險一點 2.8就OK了 2.8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關係到就是說 你用的SS的版本 如果SS的版本 你越新的話 那你ADO的版本要更新 不然的話 他沒辦法開啟 如果2.7我印象中 如果你用2.7 可能沒辦法開那個 SS2010的格式 所以通常像我自己在實際上做 我資料庫我可能不會用最新的 我大概用SS2003的格式 或2000的格式 因為你太新的 可能在有些人的電腦裡面沒有ADO2.8 他就沒有辦法幫你去開資料庫 阿路阿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乾脆用舊版的 這個也是這種方法 你說新版舊版 在存取資料庫 有什麼差別 其實完全沒差別 因為你說SS哪個版本用起來 感覺好像差不多 而且說真的 反而舊版還比較難用 這是我個人看法 所以 因為你會發現那個界面又換掉了 他又要再重新再學習 對一般來說還不方便 再來相容性也沒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他一直改版 那相容性又不好 那 可是他